我的朋友就说 给我起歪号叫大墨迹 我可以跟广大青年朋友分享 原因有很多 我跟你说 拖延症这个事 咱们就说是你研究下去 它很深 甚至深到圣托里尼岛上 一位神奇的嘉宾 已经知道 我先说我的毛病 就是说 你看为什么拖延啊 文道 你给我这个分析一下 造成我的拖延都是说 比如说12点准时出发 好 到最后五分钟的时候 好像需要一个仪式 就比如说 我再喝一口茶 或者说出门的时候 我要找一种心情 我不完成一个动作 好像这个门就出不去 而且它确实有五分钟 但当你这么一晃 就二十分钟了 就二十分钟 我也这样 你不是说你没拖延症吗 我这叫不叫拖延症 我觉得你这叫强迫症吗 对 这不像是拖延症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 因为强迫导致的拖延 大部分生活中 常常常讲究仪式感的人 比如说干一件事 我要喝口茶之前 我得先把这个杯子怎么放 然后所有东西都对了 我才能喝这口茶 有这种仪式感 而且仪式感需要特别多的人 多半都是强迫症 这些都是借口 因为你那个仪式 你不是只做一次 每次都做 每次都做 你大概知道 那个仪式需要多长的时间 你这要把那个时间留下来 所以按逻辑来说 不会因为这个仪式而拖延 有时候只是技术问题 有那个拖延的连锁反应 连锁不良效果 怎么说呢 我上回也是录源桌 说起来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多久 三个小时 没有 除一 导致那天取消了 我发律师信告你 那个迟到了半个钟头吧 反正我一进来 重点在于说 我拖延之后 你有什么反应吗 上街要家伙迟到大摇 摇大摆 一进来 你们来了 这样子 兄弟们都到了 没错 闻到这个迟到知识法 应该教教大家 他有气度 你知道吗 就是他 你比如说 我要是迟到进来 就跟贼似的就进来了 你哪有 你记得我上回 闻到一进来 大家都来了 等我很久了吧 我们感觉等他 好像还要等的时间 还不够一样 我才是典范 记得我进来的时候 那一天你不在 我进来是干嘛 鞠躬 这几度 45还是90 90度鞠躬 对于每个人鞠躬 都不好意思 那我那一天 为什么迟到 我刚说拖延的联手反应 为什么这样拖延呢 因为我前面的事情拖延了 我上厕所上不出来 上厕所拖延了 便秘 咱们这会儿是老年人 保健时间吗 对 我们现在这个节目 要往养生方向发展 对 我们这个节目 也应该当过养生部分 将来都是这么做 而且他讲的还真不是开玩笑 很多人的拖延 是在最后一下上厕所 错估了生理的时间 这还真是 当然多鉴于中老年 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合适中老年 我重点不是讲我便秘 那一天的便秘 这不是重点吗 你就是为了这个 重点是说拖延往往是技术问题 这连锁反应 前面的预估时间 没有估算好 而我为什么拖延会鞠躬呢 不像他这样大油大白 因为我有羞耻感 我羞耻感是 你第一次就说我无耻是吧 不是 因为你 我这样说吧 我比你幸运 我碰过受人家教训 而且年轻的时候 三十来岁吧 我回香港美国读完书 那时候很风光 有些香港媒体节目去 那有一次我拖延了 我忘记什么理由 我去一个电视节目 几个人了 三四个人 我迟到 其实迟到15分钟而已 那现场有谁呢 黄詹 你知道詹书嘛 已经过世了 前辈嘛 他是我父亲朋友 唯一进去 他给我教训 很多记者嘛 他走过来 你知道黄詹长讲话 总是先把笑声 笑 哈哈哈哈 沧海医生笑话 沧海医生笑话 这样走过来 我还好高兴 啊 他就一边笑一边教训我 故意说 杰辉啊 这样我年轻啊 你那个面子大好 让我们在等 我们都在等你这样 在所有记者面前这样说 我脸都虑了 就不给人面子了 没有 那我晚辈嘛 教训 是我父亲的朋友 然后他在那么资深的 他教我是塞浅进我口袋 对 那我觉得很难看 然后呢 战书厉害啊 马上也把他兜回来 然后又 哈哈哈哈 塞浅 这是年轻人 跟你开玩笑 耍你一下 调侃你一下 这个会教宅 不是不是教宅 会教宅 会教小孩子 会教宛辈 但是你一说 战书我一想啊 真的应该像我这样的人 多听听这个 从海也 sings you 你知道吗 就是 我觉得应该好一些 我有时候觉得 这个 你知道好多科学家 有拖延症 是 这个 而且进入现代 机器工业 乃至于更精密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出现一种 就是你说的 也可以叫强迫症吧 就 你比如有时候我出门呢 会造成一种崩溃 你知道吗 就最后出不去 出不去 我也有 你知道 你听我说 他事情是这样 我当然后来要跟朋友道歉啊 但是我道歉 我都得撒谎 就是我不敢说真实的理由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解释 你知道我今天可以跟你们坦白 一个什么事情 就引起车祸现场了呢 出门还差五分钟 你知道我有很多眼镜 对 对吧 那好 我选一副眼镜 通常我会花十分钟 这个我是知道的 那么比如说一点钟出门 那么我中午十二点五十分 一看差不多十二点五十 我就拿 好 找一眼镜 一戴啊 这个 这个 好 再换一个 哪个更好看 但是后来我发现呢 他的好看和不好看啊 跟我今天穿的衣服有关系 我心里想说 我更喜欢这副眼镜 但是这副眼镜呢 跟我今天这个外套的颜色 不太搭配 所以说呢 我就换了一个外套 换了一个外套 跟眼镜是配上了 但是我发现 我这个外套呢 跟我已经穿好的裤子 又不搭了 不太搭了 然后呢 我就去搭这个裤子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有点不太协调 哎 要不这个眼镜再换过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 就是你去他 没手反应 对吧 他说呀 拖延症 你看他一杆子直到底 他说拖延症是一种死亡恐惧的表现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他说你看这个人呢 他怕死 所以呢 他是本能的把每一个事情啊 都往后拖 他有那么一个潜意识 哎呀 晚一点晚一点 死也晚一点到来 对 这个这个话 其实是弗洛伊德本人都说过的 他书里面就写过这个问题 他写过拖延症 是对死亡的推后吗 哦 真的 对 是有这个讲法 可是问题是 什么叫拖延症啊 就拖延症我们就是看着病症 觉得如果有人常迟到 我们就觉得这叫拖延症 但是这个 这只是个真相 其实科学点讲 你最多说这个人总是拖延 真正造成他拖延的理由 其实很多种的 比如说有的人 是根本没有时间观念 有的人是怎么样呢 有的人是 可能像你刚才讲的 有强迫症带来的仪式感 使得他不完成一些仪式 他没有办法出门 或者是干一件事 还有一些人是怎么样呢 我形容一个词啊 就是要妥贴 你知道吗 就是今天心里啊 今天出门的时候 各方面的就要整好了 就像一块布啊 要运瓶了 不能有一点皱褶 妥贴这样出门 我反而觉得 对是 但换一个角度 同一个感觉 我是恐惧 就是 就最好就 出门这件事 再晚一点 再晚一点来 你就怕出门 就我 就是有的时候是分事 比如说今天 有一个什么活动 或者要见一个人 其实我不是那么想去见他 或者我不是那么愿意 去参加这个事 我肯定迟到 就是会 你会不太想出去 迟到 其实你有个心理暗示 就是你不想去 你这个现象 待会儿我给你找共鸣 就文道刚才还没说完 除了这个呢 我觉得还有一种 就一开始你说年轻人 来问这个问题 我遇到了很多年轻人 其实他那不是拖延症 他是什么 他是有时候 因为上影别的事情 导致他拖延很多 工作上的事情 我发现很多时候是这样 比如说 有一些年轻人 晚交功课 晚交作业 或者该做的工作 没做好 你发现他干嘛了呢 他为什么会拖呢 是因为他在上某种影 比如说上某个游戏的影 或者在上一个 网上社交的某种影 我真的见过很多这种年轻人 因为打游戏 以前我教书的时候就遇到过 我不知道你没遇过 就玩了个通宵 那功课不就晚交了吗 就什么东西都会拖延 拖延的理由是因为 他对别的事情 更加投入 更加专注 我没有遇过 我本身就是这样子 真的 玩了个通宵 可是刚文涛说到 拖延跟死亡 让我想到一个相关的事情 我看过一个最哀伤的小说 其实我没看那个小说 我看那个北京的作家 在北京的作家 子安 他在一本书的序里面 写过引用那小说 这是死亡跟拖延 很哀伤的 他说一个欧洲的作家 大概的故事是说 一个人做生意的 离开家里 老婆小孩 去另外一个地方做生意 他去刚去那边 一开始第二天 第一天当然没有去谈生意 去寻欢作乐 昨晚就晚喝酒的 然后第二天收到 他家里的女佣 过了两天收到 家里女佣写了一封信 他打开来看了 前面一页说什么 哎呀很悲惨 你儿子掉进盒里死掉 他看到这里很难过了 他做什么呢 他把那个信收起来 放在抽屉 然后继续去寻欢作乐 继续晚 晚了三天 然后晚了三天之后 才再打开抽屉 把那封信再打开来 把它读完 后面写得更惨 那你老婆很难过 儿子死掉了 他也挑何死 老婆都死了 然后这样那个男人 都看完了 把那个悲剧都看完了 然后他自己在酒店房间 上吊自杀 很哀伤的故事 那子安加了一个 他阅读的注解 我觉得注解得很好 他是说 生命说破了 其实还不是这样子 我们尽量把不好的消息 压住 拖延 不要面对它 不管你是面对 不想面对 你要出门要见的人 其实根本不想面对 或者说死亡 拖延 把它拖 拖到最后拖不了了 才面对 生命的过程 就是一个拖延的过程 说得好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恐惧的 也不一定是死亡 就你比如说 像文道说的 你说的 我就想到这个 小助理的苦恼 你看我现在用的 都是李佳琪的语言 就是我们那个 比如说小助理 他苦恼的是 比如说我要让他 做一个文案 他就跟我说 文道老师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定要拖到 最后一天呢 他说我简直 他说我就 我知道可以第一天做 但是你让我第三天教 我就想到最后那天夜里 就拖到不能 11点59分给你 拖到不能拖了 才要做 他说这个我怎么都没办法 这里面有两件事 一件事呢 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啊 这个人实际上 是一种此在的动物 死案的动物 就咱就说的 就是当时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那么他有他喜欢做的事 比如说看剧啊 干嘛 那么他在这个当下 那个挑战 那个压力 毕竟还没到来 没到来呢 活在此时此刻的我呢 宁愿陶醉在我喜欢的事里 其实是掩耳盗铃 其实是鸵鸟政策 就没来没来 反正还没到 然后拖到最后 不得不做了 这就第二个原因 就是什么 为什么那个他不做呢 有的心理学家认为啊 就是有一些案例 表现出是自信心不强的表现 就是有些人呢 他实际上是惧怕压力 惧怕挑战 惧怕那个竞争 比如说演讲比赛要来了 哎呀 这个准备演讲稿啊 或者什么的 其实他是盼望 那当然是个折磨 是个考验 那个东西呢 就是所以说对峙的方法 我也见过 对峙的方法就是说啊 你要藐视困难 就是其实就是提振你的自信 就是说那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个这个这个小菜一点 但这个对有些人来说就很难 因为他觉得哎呦 那么大的一个考验要到来了 其实你说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他这心理压力 他也会有本能的这种 有一种拖延心理 这个但这种拖延啊 其实他就是什么 其实说出来还是恐惧 为什么呢 你沉醉在今天让我愉快 比如说你刚说那个故事 我继续循欢作乐 好像把这个坏消息往后压了一样 其实你还是恐惧 你是恐惧那个坏消息 而所有的恐惧在刚才讲的 最原始的精神分析学派里面看来 都是死亡恐惧的扩散或者投射 根本问题在于你不懂得拒绝别人 他太了解我 我就说你超窄了吗 你答应的谁他就谁找他 他都答应 然后我每天只睡四五个钟头了 都已经就看不完 就我拖的那么厉害 就因为真正事做不完 所以他拖延又是一种情况 这所以很多元的 但是文道翻过来说 就是说我因为什么病就找药 我听过一个外国心理学家的一个演讲 他讲 他说首先被拖延症所苦的人 你们先不要自卑 这个拖延症并不见得是不好的 因为你最终是要在实现之前完成的 你不能不完成 对吧 那惩罚等着你 不是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拖着拖着 其实我是等那个事情自己自动消失 他会没有的 这也是一种中国人的适缓则源 有时候自己消失吧 但有时候呢 等啊 不完全是负面的 他就说啊 很多天才型的人物 很多特别牛的这个设计 出于拖延 他就是说 因为他研究了很多案例 他说很多时候 比如说你 尤其是创作型的工作 你就是想不好 你就是想不出来 就那种东西就使得你啊 有些比如说文人对自己要求非常高 这个开头怎么都想不好 想不好呢 就逃避 可是你也不完全了解你的心理结构 你在逃避的时候 也许你内心的某一个部分 在艰苦的构思 他就是说 好多这个出人意料的点子 是拖到最后一刻 咱就讲的什么挨兵必胜啊 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就是你看 很多时候 比如说这个 你像我这个主持人 有时候觉得想不好一个开始语 就去主持一个活动 想不好一个开始语 其实呢 你是把它抛开了 我不要想它 我不要想它 我干点别的事 我想逃避它逃避它 但是最后逃避不了上台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到最后那一刻了 有个紧张感来了 肾上腺素 那真叫一种扶植心灵 对吧 一下子就在你上台前一刻 其实啊 这个副稿在你不知道的一个潜意识里 可能一直在打 已经琢磨不想了多少回了 对 所以这位心理学家 他首先说你不要自卑 他说因为有一些拖延啊 实际上你心里是在等待 等待那个灵感 你之所以拖 往往有些完美强迫症的人 你不肯放过自己 你就拖拖拖 他说这个 但是实际上你拖的时候 你的心里仍然在运作 你看还有一种人就按部就班 对吧 上手就做 他有的时候呢 也许做的东西就是 就叫按部就班 往往他说很多这个出人意料的灵感啊 是你把你自己给压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突然崩发 要压力来 当然他是说 首先他是用这个安慰你 就是说你不要觉得是个毛病 哎呀 他说 你看他 又是这么口气 对 终于发现自己是天才 虽然你一直这么想 对 我证明了 人演讲还没演讲完呢 还没完 但是呢 但是 当然了 也更多的也是不太合适 是吧 所以他就说你 如何克服这个东西呢 前几天香港书展 我听一个作家 就是有听众就问他 说哎呀 我好想那个写小说 我想创造小说 我应该那个怎么开始的 但广正话说 现在就写了 你是真想写小说吗 你真想写小说 你怎么等了一年呢 他说你不要想 你可能写的是很烂的文字 没有关系啊 你真爱写 你就每天写日记也好啊 我觉得嘉辉还有文道 肯定有这个体验 你们大作家肯定有这种写作的习惯 对我听过很多真正的 就是作家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们真的是生而 生来可能就是做作家的 就是他真的有这个习惯 他说每天我写几个小时 我就每天能在同一个时间 坐下来 在同一个地方开始写 我觉得那是一种 真的是一种状态 我试过 其实我有在写书的时候 就是我是强迫我自己 每天早上几点钟 要到某一个图书馆的 某一张桌子 坐下来开始写 但就是那个出门那一刻 就是 哎呀 家里挺舒服的 冰箱里还有点吃的 不是在家里也可以写吗 就是你明明知道 你这些理由 自己都可以驳回 但每天要做这种天人交战 每天要想 然后但是你真的去了以后 然后就是我觉得 我最苦恼的 就是在一个章节的 最开头的时候 当你其实什么也没有 面对一张白纸的时候 那个抓狂就是 恨不得周围出点什么事 你可以分散精力 或者去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但是当你可能写得 七七八八的时候 那个是最愉快的 我会毫不斗争地就去了 然后你只要做修饰的时候 因为差不多东西在那里了 你不需要那么专注 那时候有一种愉悦感 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困难 就是那个专注力 是不是 那个专注力是特别的 那专注不仅是写作 做什么主持 我们嘉宾 重点是你写什么类型 还有是长期写 当然纪律很重要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 要有方法来应对拖延 像我刚说了一堆他的坏话 要说回一句好话 他改变了 真难得 如何改变呢 我告诉你 表拿出来一下 他现在开始把表往前拨 我们对比一下我的表 他是一个表的代言 你知道吗 是吗 那以后换我当代言 没有啊 你们两个就差一分钟 没有 差15分钟 这俩肯定商量好的 山大夫人搞直入 无数嘉宾在我这 以各种理由搞直入 那那个 他那个 从此把他的表 往前拨15分钟 他这是他的改变 对他来说 愿意走出一小步 是我们文化界的 文化界的一大步 文化史的一大步 在这种 安斯典礼啊 做追思弥撒 弥撒前有个 简单的追悼会 或怎么样 他们有个习惯不太好 这个习惯是比迟到 为什么 管道的人 首先大家都坐了 都坐在这 而家属在前排 穿着黑衣服 女的戴着黑纱 迟到的人在后面 叫他们一开进来 第一 全场都会看着你 然后呢 你这时候就往前走 去慰问 那个家属 你等于在演一场戏 给整个社交圈的人看 你怎么动作 你要扶住这个女主人 然后呢 可能轻轻在那边说 以后有什么事情 随时可以依靠我 然后 他要哭 拿手绢出来给他 然后就表演给全场的人看 然后全场 你看他在讲什么呢 讲得那人家好感动 哎呀 这人真怎么样 然后你可能出门之前 是衣着 当然都是黑衣服 但也要修饰一下 打扮一下 这是个社交场合里面 的一个舞台 我做过这一招 开车 摇车窗 这比你更牛的人 我来忏悔一下 香港有个很重要的作家 说出来 我可以了 野诗 野诗先生 写诗的学者 去世的时候 挨诗会 追诗会 去 那我跟另外一个香港 很重要的作家 姓黄的 吕作家 我大概这个年龄层的辈分 在现场不是很多文青吗 那个野诗的学生 一群人几百人文青 结果他没良心不去 然后呢 没良心 你不在香港 我现在基本上 不太去桑林 OK 然后我总就去 我就是这样 当时是冬天 我当然那个 找了最好看的西装 还有一件黑色长外套 这样 然后呢 那个吕作家也是全黑 而且呢 他也刚从巴黎回来 还带着一点 宽边的黑帽子 好像真的以为 自己去了巴黎一样 然后去到灵堂呢 我就瞄了一眼里面 我跟他讲 我们先出去 去吃个馄饨面 他说为什么 我说人还没多 不够多 你知道吗 我就想营造那个 那是文学史 一个很漂亮的镜头 你看 你看 那你是意大利人 就是这种 那个好歹 我是前辈作家 在那些文青眼中 你想一下 野诗先生去世举病 然后呢 马家辉跟另外一个女作家 他牵着我 一身黑衣服 慢慢走去 像鞠躬 像乡 这个女作家 有没有觉得你 没有 他说还好 马上他这么讲 所以咱们这俩作家 都有影帝的水平 但是你说啊 就是真的 有的人对于这个实践 是特别严苛的 就你刚才讲这个瑞士 因为中国也有 我想起谁啊 李淑彤 就是那个红衣法师 所以红衣法师 为什么文道肯定熟了 就是他修行这个律宗 对 他呀 那个真的 律宗是最难的 就比如说 甚至于那扫地不伤 娄以命 以至于他坐把藤椅啊 都要摇一摇 说这个万一里边 夹着个小虫子 我不是杀生了吗 还是真是 就是他这样的人 就是他原来没出家之前 就是他跟人约 说八点 然后呢 那人到他门口 八点零五分 光光光光 敲门不开门 敲半天不开门 最后呢 那个二楼 那阁楼上啪小厂打开 这个李淑彤就讲 我约你的是八点钟 你现在八点零五分 我不见 啪 关了 他就是这种 他很绝 所以你知道 我现在就发现呢 每个人的时间都不同的 对不对 因此 真的咱们是可以 就是 我觉得进入新时代 应该从物理学啊 应该从爱因斯坦里边 得到一些时空观念 得到一些时空观念 相对论吗 时间的相对论 你知道 时间和空间 是个主观的观念 这个不算玄吧 是主观的 就是这个真正的物 就是一个物体的 这个相续性 被人定出刻度 就叫做时间 对吧 一个物体的这种 膨胀性 你知道吗 它并不是说外边 有人画了个框子 我们就是把它 它其实就是这个实体 我们把它所占用的 这个东西 叫做这个空间 我就后来发现呢 连主观的这个世界 比如说你看你是妈妈 我就想起了 咱们最近来聊 那个教育孩子的 就是你看有一个现象 一个现象就是文道 刚才讲的 其实应该体谅孩子 就是说孩子老外 iPad 尤其是这个独生子女 是吧 那就是有的心理学家 就讲了 就说你看这个小孩 有的时候 家长是管得很严 说你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 玩半小时自己放下 有的孩子还真听话 玩半小时自己放下了 但放下之后呢 他觉得 蒙然若失 没意思 因为是独生子女 他没有伴儿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他跟父母亲 没有什么可玩的 他觉得没有意思 所以他会沉迷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听他们讲 也挺有意思 就是说 你看这个小孩啊 经常就是父母催他出门 他就不出去 我们家是小孩催我一般 这样子 对对对 你是奇葩了 就是说经常催他出门 他就是不就 或者父母让孩子做一个什么事 你就看说了半天 说了二十遍 他就不干 他又不干 那天我听一个儿童心理学家 在网上就讲啊 他就讲啊 家长们要了解孩子 在孩子的时间观念 和你的时间观念 是不一样的 对的 你觉得时间很紧了 但是孩子的那个时间呢 他觉得好长 他其实不是故意不听你话 他确实觉得 他又在 未来还很远